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清洗堪业 烈似断心 底下只想修行的真正的重要原则 在日常生活当中去修 清洗 清是勤劳 学习 就在生活当中去看厌自己的功夫 看厌自己的境界 厌什么呢 厌局正经 我有没有迷惑 还有没有邪知邪迹 还有没有污染 从这个地方去看厌 这叫真修行 立似练心 不能怕死 没有似的磨练 你的心怎么会清净 清净心就要在四项上去锻炼 就锻炼 换一句话说 我们将放下了 四不在现前 你怎么知道放下没有啊 四项就在面前 看你心里面有没有执着 有没有分别 如果心里面还有分别 还有执着 没放下 心里果然 离开一切分别执着 那你是真放下了 真清净了 修行要立似练心 我们在华言上 看到山菜童子 五十三餐 五十三餐 他说什么 他就是这两句 清晰堪炼 立似练心 从初发心 一直到如来地 就是用点这个功夫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